是不是你还得归还我的金币了 把这个给大家加进来 怎么归还金币 大家想一下 我们先把思路理一下 然后再说 第一我得看一下 我这个武器是不是值多少钱 是不是再把那个钱找出来 找出那个钱了 是不是再钱再加到我的coins里面就好了 对吧 你说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你得去武器库里面找了 武器库在哪了 武器库我们是不是在1里面声明的 那你说我在1里面声明的 在后边能不能用呢 1里面声明的 然后就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跑到4里面 是不是不是 3里面是不是要拿出你的武器库来用了 能不能用啊 然后我在这儿 是不是purent一下 看一下 w e a p o n s 这个加s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 然后游戏的那个武器库了 不是你自己的 是不是游戏原始的那些武器库了 游戏原始的武器库的话 是不是有有枪 有手榴弹 是不是这些都有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在我的4里面能不能拿到 3 在3里面如果能够拿到的话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便利这个武器库 然后找到同名道 是不是找出它对应的钱来就好了 那现在在这一块能不能拿到呢 所以接下来选择5推出游戏重新来一遍啊 然后yes 然后呢我在这一块就干嘛呀在这儿再执行一点是不是啊 好选择还选择鲁班了啊 然后呢接下来他是不是就来购买武器了啊 选择一个武器 比如说他要买避雪剑 是不是啊 哎 避雪剑 是不是来去买避雪剑了 好买完之后呢 然后呢我接下来是不是就点3了 然后3在这选择要删除的武器名称叫避雪剑 接是不是啊 好回车一下 大家看能不能拿到啊 是不是这儿是不是把我刚才列的那个值是不是都给打印出来了 能打印出来就说明我们现在在这块是不是可以买的 大家看包括你的鹅毛扇是不是都在这列着呢 那列在这块了 那我接下来就5了啊 然后来一个谁啊 yes 好 那我们往上边来去给他加功能 说我能用 能用就好说了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便利一下我当前的这个 这个我的总的武器库了相当于啊 然后呢在这块便利一下啊 w1 叫w1 a p o n 印一个w1 a p o n 谁啊 s 说我的总的武器库里面是便利一下 那请问大家你每便利一次拿到的是什么 总的武器库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呃 列表里面套列表的这些了啊 是不是就是你的什么键值多少钱 是不是这样写的啊 比如说我的98k 是不是这个枪 然后呢值这些钱 那于是呢 我现在是不是只要一便利拿到的它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内层的这个列表了 对吧 好 那我现在在这块就要这么做了啊 说如果 怎样呢在这儿 怎样呢在这儿 我的这个武器名等等谁啊在这儿 w1 a p o n 方括号 0 0是谁 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名了 而这是不是你要删除的那个武器名 这是你要删的 而这个是不是就是总的武器了 能能看懂这个吧 好 那于是我现在要去干嘛了 这个我应该加个注释啊 要不它就变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 我这个是我要删除的武器名 我要删除的武器名 在我的库里面匹配了 匹配了 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w1 a p o n 方括号 1 0是名 1是不是就是那个金币了 啊 我现在是不是就能够找出它的这个退回的武器 是不是值多少钱了 我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把它退回的这个武器的金币 币数给干嘛了 加 是不是加到它的原 就是它的那个金币上了 啊 C O I N S 加等于这个值 加完之后 你在这就给它干嘛就好了 是BREAK 是不是我就没必要再去给它编练了 啊 但是大家发现我在这块有 是不是两个 是不是BREAK了 那问一下这两个BREAK 然后同时存在的话 这一个BREAK它控制的是 Full 而这个BREAK控制的是 Vail 大家要能够明白 啊 只要这个BREAK一退出 它是不是退出的是Full循环了 这个BREAK一退出 是不是退出的是我 然后反复扇武器这块了 是不这样啊 啊 好 那于是我们在这块 是不是就让它退回了 只要一退回的话 我在4这块拥有的武器如下 还有剩余金币多少钱 我们也告诉他一下 我们在4里面的话 是不是就给它写 然后总金币 是不是啊 然后有多少 总金币有多少 是不是就把你的coins 是不是给它打印一下就好了 啊 所以当我删完了之后 我再选择4 是不是就可以看 我删完之后的武器 跟我现在那个钱 有没有回收回来了 对吧 所以这块 是不是就来去查看你的那个 是不是来查看你的金币的 啊 这个就是用来去便利你的谁啊 对吧 在这儿的话 就是便利你的这个 是不是你的武器的 啊 便利你的这个武器的 好了 于是我执行了 大家来去看一下啊 好了 来看啊 下边在这一块的话 然后来去做这个功能 因为我现在删掉了这个武器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是归还金币了 这个叫删武器 删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归还金币了 这个是不是就归还我的金币了 相当于 嗯 好了 那于是我们来一下啊 下边赛选择李白 啊 叫李白 是吧 好 回车一下 然后上来之后 欢迎李白来到王者荣耀 当前金币是不是一千了 嗯 好 那接下来他是不是就得买武器了 我们就先不让他打仗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买武器了 啊 买武器买个啥呀 那在这李白买个手榴弹 是吧 手榴弹 啊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回车一下 那他是不是购买手榴弹成功了 然后拿着手榴弹去打仗了 啊 好 那接下来在这打仗 选择手榴弹 是不来去打仗 一打 哎 赢了 是不是挣了400了 啊 400我是不是还可以再买一个武器了 对 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最小面值 是不是就400个币的 好 然后呢 在这是不是选择 樱花枪 啊 樱花 荷乌阿花 是不是樱花枪了 好 那我拿到樱花枪之后 在这看一下我李白现在 是不是没钱了 然后有这两个了 于是李白说我这么穷啊 我赶快先扔两个 扔一个武器再说吧 是不是 或者要不我再打一仗 看一下能不能挣回来再说 选择扔不扔 所以他先打一仗吧 然后接下来拿一个谁啊 手 榴弹 是不是啊 好 那接下来一看 哎 赢了 手榴弹还挺厉害 每次必胜 是不是啊 好 那我再再来一局吧 看一下能不能来啊 手 榴弹 弹 啊 再一打 哎 不胜了 算了 然后开始删了往下啊 然后下边是不是就武器想干嘛了 是不是往外删了 好 那我在这删 下边武器太沉了 一个樱花枪 一个手榴弹 想扔哪个 然后来一个樱花枪 然后如果要是能退回的话 是不是就退回400个了啊 然后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叫樱花枪 是不是啊 二 好 那我接下来选择要删除的武器名称 如果我要输错的话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做处理啊 然后他再说武器名称是不是输入有误了 重新输入了 所以我接下来是不是再来一个樱花枪 然后接下来他在这儿就删除成功了 删除成功了 我接下来就要看4 4是不是既可以看武器 是不是还可以看精密了 是不是啊 4是不是就查看武器和精密了啊 所以选择4 大家看手榴弹 刚才打仗挣了200 退回了是不是又400了 是不是就600了啊 然后我现在的话呢 拿着600可以买一个高级的武器吗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只能买一个屠龙刀 是不是啊 好 再来一个屠龙刀 好 回车一下 是不是购买成功了 然后再来拿着他打仗去 试一下屠龙刀好不好使 李白拿着屠龙刀打仗啊 然后下边在这一块看一下屠龙刀好使吗 还可以是不是啊 好 再来去给他选择一个2 再拿着你的屠龙刀来一局 对吧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在这一块是不是还可以选择2 选择一个手 留的啊 回车一下 哎 现在是不是剩500了 说这时候我不想打了赶快退了吧 然后又挣到武器了 又挣了一些金币 赶快撤 键好就收 所以5是不是就退出游戏了 然后来一个谁啊 yes 是不是就完事了 over了 选择这个之后呢 退出游戏 然后你就给他来打印一个game over吧 比如说是 是不是再去给他退出了 啊叫game over 是吧 好 这时候他是不是就退出了 嗯 好了 那于是我们现在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这一块 其实这里面用到了我们前面讲的知识点了 然后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现写现网上加的啊 大家回头的话呢 你就当锻炼逻辑 可以啊 是不是仿着这个 然后来去写一下了 啊 然后呢 这个功能的话呢 就是 有金币 是不是有武器啊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用了一些谁 是不是用了一个列表的功能 是不是拿进来了 第一我可以往里面加武器 啊 那原来没有列表的时候 是不是我要买武器 是不是只能拥有一个武器 我要多个武器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容器放了 是不是啊 然后现在有了列表了 我买多个武器 是不是都给我存到这个里边来了 所以它是不是就相当是一个容器了 啊 然后你就可以反复的对它进行操作了 好吧 这个代码啊 然后代码啊 的话呢 也不少啊 大家可以